哇 唱着写着 写着唱着 好快乐呀 边写字边唱歌 还拍摄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上与网友分享 这样的生活被庞中华形容为快活 日前 记者在北京见到了硬笔书法家庞中华 他的字帖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宏集一时 是许多人学生时代的记忆 随着他二十六年前打着节拍 拉着手风琴交鞋字的视频在网络走红 这位崇尚快乐教学法的硬笔书法家 又重新回到公众视线 我喜欢音乐 我就发现书法里面 汉字里面 每一个点画都有可以用音乐来解释它 这个汉字它全部是用线条构成的 音乐也是线条构成的 它每个字节奏是觉得有节奏 内在的节奏 我都给它找出来 用这种节奏下面 然后教出方法来写出来 是很快乐 当然快乐 中国书法就是很快乐 许多人都知道庞中华是写字的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成为硬笔书法家之前 他做了十几年的地质队员 勘探队在大山里生活 陪伴他的是一把手风琴和各种各样的书籍 就是在这段岁月里 黄中华潜信研究钢笔字 写成第一本书稿 谈谈学写钢笔字 全中国那时候青少年都用钢笔写字 但是没有人来研究这个 当时也就是证明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钢笔 钳笔 圆竹笔 也可以写出一个传统风格的那种字 我两年就写出成果来了 而且写成了一本书 那本书是1980年7月出版 自那以后 彭仲华的书和字帖全国畅销 他也成为红旗一时的硬笔书法家 1985年 他离开地质队专注于硬笔书法教学 一交就是30多年 他还将快乐教学法带到联合国总部 让联合国官员及工作人员 学会写漂亮的中国字 后来我非常喜欢教育 因为我教来学生过得真是快乐 主要是我一年都是二三十万的学生了 联合国啊 每个星期一堂课 对 两个半月吧 每个星期一堂课 都不动完全不动英文的中国人 要教育群完全不动中文的外国人 把我的肢体语言 快速把我的所有的功夫 用到这把脑外身上了 真是 谁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我第一个感到真是这种文化自信 扫码就能看到教学过程 在庞中华看来 网络是推广硬笔书法的一个新的机会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 体会到书法的魅力和乐趣 今年75岁的他几乎每天都要拍摄视频 分享他的快乐教学法 汉字是这个世界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 他培养了我们中华民族 培养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美好的品质 这些东西要不穿下去 真是可惜了 我几十年的教学经验 加上我对音乐的爱好 对文学的爱好 我把它总结出来 把它提供给年轻一代 让他们在很快乐当中 很快地学会这种东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